因為蛋糕室上面有下居留所 有人過生日 有同仁過生日 然後買一個很大的蛋糕 而且是前一天的蛋糕 就沒有人吃完 那時候就是因為要逼迫我 然後 他們就會去做一些行求的動作 不會有痕跡 不會有傷痕 因為蛋糕很簡單 就扮一頭壓在那個蛋糕上面 讓你奔不能呼吸 這樣一直逼 一直這樣逼 在裡面就說 蠻困難的就蠻痛苦的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是他們做的話 屍體很早就找到了 因為沒有可能受到 怪血的意思一樣 對 一樣 都一樣 回家第四大 謝謝 你們回家回家吃的蛋糕 都是不蛋糕 看那個比較現實 去弄個水 弄個水 你們剛才聽到辣椒水 不用做到辣椒水 請去找一個師傅 放在口鼻上面 然後用那個水 放在那裡 連毛的那個這蠻困難的 不要弄狠 你當心把自己挽死了 你就用礦泉水去滴那個師傅 你試試看 看你心臟會不會覺得要泡掉 你就知道他講的沒有錯 好 謝謝 剛剛有律師講說 那個邱和順一點都不可愛 這一點我要做一點說明 其實邱和順他入院以前 他確實是擔任那種 就是做那種工作 討債的工作當然是不討喜 他人確實也是長得不討喜 但是經過這二十幾年的歷練之後 可能是因為這些律師 這些人關心他之後 其實去探視過 我們在 我們這些志工團裡面 很多人去探視他之後回來 都覺得他非常可愛 他非常 真的是非常值得 大家共同去關心他的 這是我第一個要補充說明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 我們可以請那個惠芳幫忙 安排時間去探視他 真的你會被他吸引到 這是我講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我想請教游律師 游律師我們在場很多人都知道 游律師是從江案 江國慶案 蘇建合案 這些冤案 他都幾乎沒有一個戰役是不參與的 這個是除了你剛剛講的 你覺得說這個家 這個如果是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當然是不忍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沒有更高尚的理由 或者是說宗教信仰 或者是說什麼樣的修為 讓你有這樣子的奉獻的信 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難的問題啊 真的沒有說真的 我總是覺得我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我從我開始做這一行 那一次就覺得日子過得好快 因為真的一直很忙啊 每天時間都停了不來 所以我不會去想那麼多的事 你剛剛有提到啊 法官 檢察官他們希望升官 升官當然跟錢也有關嘛 當律師呢 可能另外一點也是跟錢也有關嘛 其實是除了我相信你如果把那個 幫這些人打官司的時間用來 去接別的案子 一定可以賺不少錢 但是你願意放棄那些來做這個工作 除了快樂以外 真的沒有其他的因素嗎 或者你是耶穌在世嗎 還是佛祖在世嗎 當然講的是比較 我說實在我真的沒有想那麼多啦 因為只覺得說這個案件是有問題的嘛 那碰到的就是一個緣分 那既然你救了 就不應該總是把他放掉 所以律師也不都是 也不都是只看錢啦 事實上我知道像我們這樣子 台灣也是在這邊 台灣也是做一部的案件 那之前我們是來為一個 救了那個徐志強案 其實徐志強案的 會之所以不會到史改國去 是因為他原來的辯物人 然後在判決確定之後 那也真的去史改國找人幫忙 那也沒放棄啊 那之後做的都是疑問的啊 所以 我不會想到那麼多啦 你問我說有一個宗教信仰 現在沒有宗教信仰啦 但是所以這一行做久了 你又真的覺得是什麼 很多事情好像是有點陰國的啦 喔 我一直看到一些 以前看過去的 哼 雖然那分不要講那話 但是我跟妳講 我沒有宗教信仰 我是不可知論的 對 我不敢講說沒有啦 不敢講說無鬼神啦 但是也不敢講有啦 是不可知論的 OK 我想問一下 我在這個專家裡頭